好 再一次告訴大家 今天節目滿滿3個小時 一路會到下午的5點鐘 最特別的是 我們今天為了呼應6月1號 庶民總統前進總統府 我們今天聽庶民心聲 剛剛在我們線上是高雄的邢太太 高雄鳳山邢太太 邢太太 你還在嗎 邢太太 你之前還說民進黨 是因為有人抹黑說 他聽韓國瑜人是魯蛇 你幫人嗆爆他 你現在很紅的 你現在在網路上也很紅 沒有啦 我是針對事情 因為你做一個副總統 你這樣來批評你的八成就不對 所以說我了解這句魯蛇 因為我帶孫無形 我是說奇怪魯蛇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去查 結果查起來就是我們是失敗者 我才要他卡電話進去 我說要說你一個高度 不能歐白說你的八成 我們雖然是說 沒有在社會上在家的副孫 我們也是對國家有貢獻 我們家家庭還好 沒有製造麻煩 那當然 盛太太 你平常是你娶孫 不過你現在很關心政治 就是因為韓國瑜帶給你希望 對不對 對 我們整個月看到韓國瑜這麼打拼 對 你一直不敢 有一個菜色了嗎 博浪咖啡巧克力風味 我們讓民進黨的無黑 我們又因為這個要製造賣金 民進黨無黑就準備好了 民進黨自己本身這樣在台中 就很難看 你拼到那年輕人欣賞 八成都看那有 不是看過 是不是這樣 所以今天想起 卡電話禮拜想要一定要告訴大家 他自己知道 八星是看有的對不對 對 然後我要給他 叫這個慧琳和這個 紅威 去跟國民黨翻譯就是說 手錄有沒有太粗 太粗 韓粉和國粉 中華民國粉 到時誰出現 誰出現的時候 就是說你要用民主制度來 你民主制度出來的時候 你說像譬如說朱立倫 還是郭台銘 還是誰出來 我們就會去支持 但是你用這種奧布 把我們韓市長開成這樣 被政府全胸 說真的 這樣就是北溫不要去投票 我說坦白就是這樣 是 感謝 謝謝 謝謝高雄鳳山的邢太太 謝謝你 這個邢太太說的家裡帶孫 但是也很關心這一次的選舉 就是因為很擔心人家過不好日子 而且也認為國民黨自己黨內互打 太嚴重了 對 別這樣抬到這樣 手錄太粗了 被誰都看到 接下來庶民的新生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來 不好意思導播 台南蘇小姐 來 蘇小姐您好 您現在在線上 蘇小姐有聽到嗎 可能訊號有一些問題 那高雄的楊小姐 楊小姐您現在在線上嗎 喂 楊小姐嗎 喂 請問是高雄的楊小姐嗎 有聽到嗎 請問有聽到聲音嗎 有 您好 請問您是 對不起 我是台南 台南劉小姐是不是 對對對 是 劉小姐您好 您現在已經在線上 我們這邊是大政治大爆掛 想要請教您的是 6月1號這個活動 大家都說要幫我們的庶民總統送暖 你有什麼庶民心聲想要說出來嗎 好 給我兩分鐘的時間 不好意思 好 請說 我父親是老兵 他來台灣統稱歐哈地瓜 結合我們第二代 然後醫生守護這個國旗 到85年的4月20 下午的4點23分 並視高雄榮總 從小到大 我們一直守護正面國旗 然而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想毀了他 請問我錯了嗎 我不管以前的風風雨雨 我只是想往前邁進 我錯了嗎 如今有一位人帶領我們進入新世界 與新時代的人 他組合的團隊守護我們 我錯了嗎 這個人任勞任怨 辛苦承擔努力費省 我要的不多 你跟我都有下一代 我只要能讓下一代的成長與安定 我錯了嗎 我支持韓市長國宇先生 成為2020的總統 照顧我們這塊土地 也照顧我們的下一代 謝謝你們天佑台灣 劉小姐您情緒有點激動 您一直在問我錯了嗎 是因為最近 有受到什麼樣不同的指責 或者是說情緒上頭 是看到一直被抹黑 所以心裡頭有些情緒嗎 對 我看到韓市長一直被抹黑 我真的很心疼 而且他一直在講庶民的經濟 我是一位單親57歲的媽媽 可是我的小孩子還很小 他只有國中一年級 我不知道說我還能活幾年 我也很努力的生活 我想照顧他 可是我並不知道說 我能照顧到他多久 所以我希望這個庶民的總統 我要是不在了 希望他能來照顧我的下一代 謝謝你們 謝謝 劉小姐妳是覺得說 為什麼妳那麼支持韓國宇 是因為他帶給妳的希望 覺得說他能夠改變台灣嗎 對 而且我看得到說 我的下一代也有光明烈 說到底還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是 謝謝劉小姐 謝謝 感謝您 其實很多人打進來 心裡頭都有些情緒 希望能夠抒發 畢竟今天現場來賓也講 真的悶太久了 大家期待這個6月1號 我們今天也是聽聽 他們庶民的心聲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 接下來高雄楊小姐 楊小姐妳好 喂 請問是高雄的楊小姐嗎 是的 大家好 妳好 我只有幾點心聲 就是最近的韓市長真的很可憐 被往外打也就算了 可是王內的這些大佬們 然後這些槍把我們韓市長打得體無完膚 然後我想要問一下我們的吳主席 難道妳都沒有看到嗎 為什麼這麼不珍惜我們的韓市長呢 韓市長這麼為我們的市民 然後一直去外面奮鬥打拼 難道妳都不珍惜嗎 難道妳都沒有聽到這些百姓們的心聲嗎 難道要像那時候天安門的那一首歌曲叫 《歷史的傷口》前面的兩句歌詞叫做 摸上眼睛就以為聽不到 摸住耳朵就以為聽不到嗎 這些市民們的心聲 這些百姓的心聲 難道妳都沒有看到嗎 難道吳主席妳就任由這些網內的這些聲音 一直打擊我們的韓市長嗎 難道吳主席妳都不用出來整頓一下嗎 妳都不用發一些聲音嗎 還有孟凱妳是國民黨的發言人 可以請妳告訴一下我們的吳主席 請他幫幫我們的韓市長 然後請他把網內的這些聲音 稍微平息一下可以嗎 另外還有一點 前兩天我聽到高雄的林小姐的廣播 他有大聲地呼籲說我們海外的僑胞們請在7月11號以前 一定要回來辦理一些程序 否則1月11號明年的1月11號投票是無效的 對 所以如果有在看這個節目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的親戚朋友有四海外的僑胞的話 請你們狀告他們一定要在6月底以前回來 趕快辦理一些手續 這樣在明年的1月11號的投票才是有效的 是 楊小姐你們在高雄會不會也是覺得說 很替韓市長覺得很不捨 因為包括了黨內的人攻擊 然後其實在議會上面 好像也滿多人對他一些攻擊 所以你們高雄市民的心聲是怎麼樣 就是非常的不捨一直不懂為什麼 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拿回政權嗎 可是你們這樣子能拿得回政權嗎 你們口口聲聲說 國民黨明年一定要拿回政權 可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聲音在打擊韓市長 那你們口口聲聲說要拿回政權的心聲是真的嗎 你們到底有多想拿回來呢 你們很想拿回政權一定要奪回政權 這句話 這句話的真心到底有多少 難道你們都沒有看到韓市長他這麼努力 然後這麼多百姓出來就是請韓 那為什麼你們不能團結一下 來挺我們的韓市長呢 難道你們都沒有看到民調嗎 還是因為韓市長的民調太高了 你們在擔心什麼呢 每個人心中似乎都有鬼 似乎都想要把韓市長拉下來 可是你們把韓市長拉下來 你們就能夠奪回政權嗎 這真的是我非常質疑的一點 對 謝謝楊小姐 謝謝 可以聽得出來民眾是很擔心 說未來被打成這樣子的話 韓國瑜沒了 還有辦法再重回執政嗎 我們現在接近來美通電話 其實大家這段十日來 心情感想都不太一樣 有一位是可能比較情緒激動一點 又認為捍衛中華民國的價值 因為他有下一代很少 對 然後剛剛這位楊小姐她是說 難道我們都看不懂嗎 為什麼一定要黨內互打呢 來 接下來接這一位是 台北的杜先生 杜先生您好 好 妳好 您好 您在線上了 可以不告訴我們 6月1號現在說 要來挺庶民總統 您會站出來嗎 您也在台北市 會 一定 是 會覺得台北的人會超過 譬如說三三嗎 台北人熱不熱情 有信心嗎 有信心絕對超過高雄的三三 庶民選總統 總統選庶民 大家悶太久 凱盜大集合 全國一起來支持韓國瑜 馬上我們的高手在民間 中信十足 杜先生 你剛剛寫的這一首 是你的心聲 我們要問一下 你剛剛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要來支持韓國瑜 你支持他的點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站出來挺他 這段時間韓市長被相關的人員 我也不講說黨內 權貴 反正就是相關的人員抹黑 真的是令全國老百姓 包括韓文所有的支持者 真的是這股樂器 真的悶太久了 所以今天有這個節目 我非常感謝中天兩位主持人 還有今天的來賓 大家加油 所以說杜先生 你跟6月1號這個消息出來 你是不是感覺非常的振奮 何止振奮 叫什麼小路亂撞 小路亂撞 很久沒有小路亂撞 極重就對了 對… 內心澎湃 你如果去到現場 你有什麼話 你如果因為韓國瑜會到 有機會當面跟他講 你想要跟他說什麼 台灣有希望 人民的大期望 所以人民的期望 希望他加油就是了 對 好的 謝謝我們杜先生 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杜先生 這個小路亂撞 看得出來他真的心情很澎湃 很激動 而且忠氣十足 還唸了一首詩呢 來 再來今天台北劉小姐 劉小姐你好 喂 劉小姐你好 劉小姐您在線上了 好 你好 6月1號活動會不會去參加 會 還有有什麼話想跟大家分享嗎 會 會 有什麼話想跟大家分享 我是真韓粉 真韓粉 無黨無派 然後已經看膩了演戲 討厭看惡鬥 希望我們的韓國瑜加油 很心疼他 是 心疼他哪一塊呢 一直被欺負 劉小姐 您聲音聽起來還滿年輕的 你本身是關心政治的嗎 還是說是因為韓國瑜之後 才開始來看政治 是因為他 那是哪一 什麼時間點 比如他選舉的時候 你有去過三三肇事嗎 還是說你是看了他什麼狀況 沒有耶 但是我一直看他在高雄的選期 覺得很感動 你有沒有說他做什麼事情 或他做了哪一些政績 或他講過哪些話 是你最有感覺的 像昨天劉家昌先生說的 他就是一個真的人 所以你是覺得說他的真誠 感動到了你 所以你說你平常不看政治的 所以看到韓國瑜 跟一般政治人物不一樣 所以你也算是所謂的 有韓閉頭的那一塊的人就對了 對 一定 所以你看到別人這樣子打壓他 你會覺得說 有沒有像你這一塊的人 很怕連國民黨的支持者 也不見得會支持吧 我覺得國民黨 你們撿到一塊一個寶 但是你們不要他 我們要他 對 是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台北的劉小姐 他其實在心裡頭 他已經有非常篤定的一個想法了 是 而且像他這樣的人 應該也是滿多的 平常沒有在管政治 但是因為韓國瑜的 他的一些某些做法 讓他覺得滿有感覺的 所以才支持他 好 那我們謝謝台北的劉小姐 謝謝你今天call in起來 來告訴我們你的心聲 這一節我們加入我們的 還有OpenKMT的副執行長鄭肇欣 鄭肇欣剛剛一連聽了 好幾通電話 感受如何 其實我聽到這些 就是我來自於最基層 最真實的民眾的聲音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坦白講我自己 因為我住戲子 偶爾我會搭公車 我坦白講搭公車的時候 我聽到的很多聲音 都跟這個 我今天聽到的電話 是非常相近的 有些人突然就認出我 通常都會講兩句話 第一個就是鄭肇欣 怎麼比螢幕看起來都要胖 我說對不起跟大家道歉 好多見賠 OK 這第一點 但第二點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都很焦慮 大家這樣子的話 這國民黨會贏嗎 我們要保護韓國瑜 他提其他人的名字說 他們都還是兄弟吧 是兄弟吧 不會這樣子 背後抗人家一刀吧 我說應該是不會 加油加油 我們一起來努力 但是大家都會告訴大家說 我們真的是非常非常擔憂 韓國瑜在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講說沒有奧元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真的 這麼樣一個寶貴的資產 我們就流失掉了 這個就是我在最真實的公車上面 聽到的民眾還有支持者 他們的焦慮的聲音 他們說我們平常 雖然都不講話 可是我們都看在眼裡 國民黨再這樣下去 會出事情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講 所以我們要聽到民眾 對這個事情的焦慮 我們想想在去年九合一大選之前 其實韓市長他在那個時候 做為候選人的時候 在三三造勢之前 其實很多人也在旁邊 有很多的耳語說 這個支持的聲音 是不是都假的 都是空戰 都是鍵盤俠 不會站出來 可是三三造勢第一場 一站出來之後 大家的信心大增是為什麼 不是因為看到人多 是突然告訴大家說 原來有這麼多人 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 所以各位基層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對國民黨 也有這樣的焦慮 如果你們受不了民進黨 在這個樣子 可以禍國亂政 可以欺負百姓 你們想要在明年的1月11號 結束這個狀態的話 請你6月1號一定要站出來 你站出來 不只是自己站出來感受這個氣氛 而是讓其他人看到說 原來有這麼多人 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們希望黨可以團結 我們希望國家可以撥亂反政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趕快的找出來 最有希望當選的人 然後帶領我們一般的百姓 一般的民眾 去改變這個 我們大家已經很悶很焦慮的現象 所以今天我覺得6月1號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日子 大家出來就是告訴大家說 沒有錯 我們還有這麼多人 期待台灣要更好 期待我們有更正面的發展 期待結束這種 我們大家感覺到很焦慮 或者是真的是黨內互打的這種狀況 所以我非常期待6月1號這個日子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站出來 站給大家看 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未來的期望 還是正面積極 而且希望改變這個現象 沒錯 非常多人想要站出來 因為我們這次活動 有很多庶民要參加 今天我們也接了很多的call in 待會兒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就最近網路爆紅的高雄林小姐 等一下有一個call in進來 跟大家分享說 關於最近 還有包括6月1號的活動 他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6月1號 10萬韓粉軍站出來 請數名總統前進總統府 今天我們有一個 網絡上投的電話投票 來目前來看一下 支持6月1號這個活動的是 30762 763個人了 鼓勵大家打電話進來 來表達你的心聲 今天也接call in 希望大家一起來表態 支不支持6月1號活動 因為最近這幾天的活動 還滿多的 因為我們說 總統府的逝世大會 數名來選總統 這是6月1號 其實接著有些關鍵的時間點 6月3號是 韓國瑜市政的備選結束了 6月10號的時候 國民黨中央要確定初選的名單 所以你看 6月1號的逝世大會 有多重要 因為不管包括了國民黨黨內 還有民進黨也是 看到10萬大軍挺韓國瑜 大家就會知道 他有基層庶民的一個 做他的一個頂氣的地方 後盾 給他信心 給他送暖 是 不只是6月1號在台北 6月22號台中也有逝世大會 有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 北中南 之前南部也已經舉辦過了 就知道說庶民的力量要來集結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聽聽看 大家的心聲 剛剛也預告了 高雄的林小姐 也call in進來了 網絡上有現在非常紅的 高雄林小姐 您好 您現在在線上 你好 林小姐 現場來賓好 6月1號活動 妳會不會來參加 妳好像高雄也參加 滿多次的活動 當然 一定會去參加的 因為我們都憋太久了 一路以來我們這些 支持韓國瑜的民眾 我們身上被貼了好多的標籤 還有污水 什麼草包啊 土包子 豬狗禽獸 垃圾 反制 喜寒和 這樣子一直貼我們 欺負韓總也欺負韓國瑜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也越來越堅定 我們從一般的支持者 變成粉絲 變成我們自稱土包子 甚至我們自稱鐵 甚至是鋼粉 那所以我們跟著韓國瑜一起 越來越強大 所以不管是6月1號或6月22號 所有的朋友 我們盡量的站出來 讓那些心中只有權力 還有歷史的那些所謂的 權貴階族 或者是正貴階分子 在高層呼吸不到民間空氣的那些 那個高貴的人士 讓他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民氣 讓他們了解什麼叫真正的接地氣 接地氣不是你吃草 淺盤子 如果蹲下來綁絕袋 那就叫接地氣 好不好 必須要知道人民想要什麼 人民需要什麼 那才叫接地氣嗎 這個東西我目前看到 只有韓國瑜做得最好 做得到 因為他自己親身的 就跟與人民真正的接近了 他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也因此所有的人民這麼的支持他 那我想提醒大家一點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前面有一位小姐 他有聽我的網路直播 他有談到 對 7月11號 請大家一定要趕在7月11號之前 應該說時間要更往前推 因為明年1月11號要投票 那現在的規定是 7月11號之前要完成 所有僑胞的恢復戶籍的動作 而現在已經是5月底了 那如果你要抓他一些什麼 作業時間 保留安全的時間 等於是僑胞們 你們要6月底之前 做完恢復戶籍的動作 才能夠確保明年的1月11號 你們能夠回來投票 那怎麼樣恢復戶籍呢 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親自回來台灣辦理 另外一個呢 就是跟你當地的辦事處 什麼台北辦事處什麼什麼的 跟他們詢問要怎麼樣去辦理 那辦理的時間要多久 這個一定要抓緊時間 還有你可能 如果你親自不回來的話 你可能要用委託的方式 委託的方式 你也是要跟當地的辦事處確認 你需要準備怎麼樣的資訊 然後親付辦事處 去辦理一份委託 然後像這份委託書 這份委託書 你還要從國外寄到台灣來 寄給你的親朋好友 他們有時間的時候是幫你 恢復戶籍 所以這個一來一往這些時間 抓得非常非常的緊 所以同胞們 我們海外的這個十萬 甚至上百萬的僑胞們 不要忽略自己的利益 那我也希望大政治大爆掛 還有那個中路大爆掛的 這些製作單位 你們可以加盟做一集 一個片段 去告訴這些僑胞 他想恢復戶籍 他想7月11號回來投票 他需要做什麼準備 什麼確認 因為這是非常多票 這是幾萬票 謝謝林小姐 林小姐其實研究得非常透徹 但是我也知道說 您長期一直在關心相關的訊息 我們剛剛其實佳穎也特別提到了 從6月1號這場活動 到6月10號確認初選名單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6月1號這個活動 好像來得有點突然 但其實它是滿具意義的 林小姐您這邊怎麼來看 一開始我們聽到訊息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辦的人是誰 大家都有點擔心 擔心什麼呢 因為擔心就是會不會是假的活動 當時有點擔心 那既然現在中天還有韓總 都證明這是真的活動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參與 為什麼 因為這段時間大家被打壓久了 我們其實在電視前面看著韓總 這樣子一直受傷 一直被同黨同志操刀 我們心裡面非常的不捨 非常的難過 然後也非常的憤怒 國民黨的那些人員 可能沒有辦法理解我們的憤怒 我們憤怒的是什麼呢 如果今天只有民進黨的 只有其他陣營的人在打壓欺負韓國瑜 那也就算了 但是居然連自己的同黨同事 都在這邊敲刀 甚至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現在有一些名嘴還有政治人物他們很壞 多壞呢他們會在政論節目上面 各種去調韓粉 他們希望韓粉上鉤 然後最好在他們那邊去殺死去不理性的話 他就可以又上節目又上版面 你看我被韓粉霸凌了 他們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 他們把我們當成魚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要鎮定 遇到這些事情 千萬不要被他們煽動 不要上鉤 不要上鉤 他們就巴望著韓粉去上鉤 然後最好從一大堆的假韓粉裡面 抓到幾個真韓粉 因為假韓粉他們IP可能在海外嗎 他們用俏版 即使他在台灣或他們真的在海外 反正到時候人家告的時候告不到他 因為他的IP看起來就不在台灣 可是真韓粉我們是每個幾乎 包括除了僑胞以外 我們幾乎都在台灣 他們就巴著所有的韓粉們上鉤 所以大家要記住 千萬不要讓敵人 讓這些壞人如意 林小姐想問一下 因為這次6月1號的活動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沒有政黨的色彩 而是有一些挺韓的團體 大家一起集結的 所以大家也想知道說 庶民的力量要給韓國瑜最大的後隊 所以你覺得這股庶民力量 會在6月1號的時候 更開枝散葉嗎 對 當然是一定會的 因為我剛剛前面說 大家都悶了很久 像我們家也很久沒有去台北了 好啊 那就記得6月1號 我們去台北 然後那邊給韓國瑜加油 對他打打氣 韓總之前說過他需要信心 那信心是什麼信心 不只是什麼黨中央或者是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給他的信心 他需要我們這些支持者 給他真正的信心 我們就是韓流起來的主因 有沒有去年11月24號 為什麼國民黨會大勝 那就是因為討厭民進黨 結合韓流嘛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存在 就是造成了去年 那個民進黨大敗的主因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北柏 雖然我們是庶民 我們都是每一個小小的小螞蟻 小螺絲釘 小土豹子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存在 都是非常有意義 非常有指標性的 特別是對於韓國瑜 所以鼓勵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那一天真的出了出空來 一定要親自前往 6月1號的那個 凱達格蘭大道的活動 讓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林小姐 你平常是 就有關心韓國瑜的事情 但你之前有那麼關心政治嗎 還是說你是因為 看到韓國瑜什麼樣的特質 讓你覺得說 應該要讓大家知道 韓國瑜做了什麼事情 而不是一直在被抹黑 因為你也在高雄 你感受應該很深刻 我高中的時候 曾經投稿到某報社 也算了 的賺稿費 可是也就那一段時間 對政治比較熱情 為什麼 因為後來看到台灣的 藍麗之間的惡鬥 政治之間都是一種 烏煙瘴氣的感覺 然後我會覺得 心靈純淨的人 最好離政治遠一點 那個時候 小小的我是這麼認為的 然後也冷漠了非常多年 直到去年 我看到了韓國瑜 讓我產生了質的改變 其實我本來就在網路上 做別的節目 但是那些聽眾 他們不在台灣 他們問我說 高雄有什麼好玩 高雄有什麼名產的時候 常常就說 我覺得我們高雄 也沒什麼好玩的 我覺得你們要去玩的話 可能肯定比較好玩 我以前是這麼說的 而且那是我當時 真正的想法 為什麼 因為我們高雄 一直沒有獲得真正的推廣 所以連很多高雄的在地人 都不懂得欣賞 我們自己的美好 但是韓國瑜出現了以後 不一樣 他先帶我們認知了 原來高雄的情況 不是那些漂漂亮亮的建築物 就代表一個城市叫好或不好 他告訴我們 什麼叫高雄又老又窮 並定是什麼 然後我們真正了解了 我覺醒了以後 他帶著我們讓高雄更好 什麼要讓高雄更好呢 他自己身先世俗的 去推廣我們高雄的很多的觀光景點 有些地方 我住高雄那麼久 我都不知道 還有我們高雄的農產品 說到這個 我從來沒有一年 像今年一樣 吃我們高雄的水果 吃得那麼高興 那麼光榮 那麼有成就感 吃水果就帶來成就感了就是 以前真的以為 高雄的水果跟屏東跟台南 會有什麼差別 應該沒有什麼差別嘛 我也沒有再跟人家 推薦我們高雄的水果 但是從今年 從蜜藻那個時候開始 那顆綠綠的蜜藻 他在韓國瑜的手上的時候 他就有了莫名的吸引力 我們就跟家人說 媽我們去買好不好 看起來好好吃 我媽說你不是不喜歡吃水果嗎 那蜜藻看起來亮晶晶 好像發光 就像一顆小蘋果一樣 很想吃 然後我們就終於 採取行動去買了蜜藻 一回來咬了第一口 就愛不釋手 怎麼皮這麼薄 怎麼水分這麼多 水分這麼多 還能這麼甜 然後還有爽脆的口感 可是咬下去又不是硬的 是綿密的 怎麼這個水果這麼棒吧 那個什麼水泥都幹掉了 我真希望一年都有醋 水果可以吃 然後後來呢 產季進入了下一階段 到真蜜 它是不同我們第一次買到的蜜藻 真蜜 真蜜更好吃 它沒有一開始的大蜜 總沒有漂亮 可是水分更多更好吃 好謝謝我們的林小姐 高雄林小姐 感謝您 因為我們現在要趕快進這個現場 韓國瑜自在接受媒體聯放 好 所以議會結束之後 我會親自去參加行政院院會 我會提出高雄市迫切需要 行政院來幫忙補助 來幫忙育成的一些重大的建設 林志宏議員說大動作造勢是因為人氣有下滑 林志宏議員 謝謝 尊重他的看法 好不好 臉書四大聲明算是自己在號召韓粉嗎 也不是 因為很多人熱心的後援會 好幾十個陸陸續續一直聯絡 希望能有一場聚會 很多支持韓國瑜的人 他們覺得他們已經等了非常的久 他們心裡面 對整個中華民國的未來也充滿了焦慮 對現在政治上藍綠之間的紛紛擾擾 他們心非常的不安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有一場肇事大會 由我親自來跟他們說明 來做報告 那我也就欣然接受 而且非常感謝他們的熱心 那黑韓的問題還有更多 你有聽說有人黑韓黑道說 韓兵服是嘉芬姐親生的這件事嗎 其實黑韓黑道我的孩子 我覺得實在是 一個政治搞成這樣已經搞到太過分了 你還要 我的小孩子在懷孕的時候 這個我的太太受了很多的很辛苦 這些過程你現在 為了政治的抹黑把我孩子拿出來打 不是爸爸媽媽親生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再下一步要怎麼黑呢 是不是黑我韓國瑜不是我爸爸媽媽生的呢 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台灣政治不要這些 理性的台灣選民 善良的台灣人民絕對不要這些 因為這黑的已經過分了 而且黑道霸凌了 黑道太誇張了 好不好 好 剛剛上一段我們看到了 高雄市長韓國瑜在接受媒體聯訪的時候 特別提到了 他說市政總質詢結束之後 他要出席行政院會 重點就是要直接告訴中央 高雄有什麼需求 沒錯 因為大家都關心說 高雄的發展會不會受到黨中央 民進黨執政之下卡卡卡 因為包括了5月6號 爭取資金區碰壁 5月17號爭取捷運延伸到0元 連800萬的規劃費都喊卡 那個時候蔡英文跟陳其邁 說要給錢給多少百億 就800萬的規劃費都給他卡了 5月20號石化專區彌陀國際機場 還批評的說是一無是處 孟凱你怎麼看 卡卡卡 難怪他要去行政院會 是 這個民進黨鋪天蓋地 就是要阻止韓國瑜發展高雄 這個是大家眾人皆知 卡卡卡 一連三卡 我們先講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叫做好人沉默 就是會讓壞人繼續囂張 所以說氣死 像韓國瑜他現在要 直接指導黃龍 就是要告訴你行政院 不要再漠視高雄人的權益 所以說韓國瑜也講了 議會結束之後 他要親自的上院會 我們知道每個禮拜四 行政院會都有直轄市長 這邊都可以列席 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因為我在江一化院長的時候 擔任他的一個專門委員 擔任他的一個秘書的時候 我們就講了 其實直轄市長是來列席 他其實不是出席 他是列席 基本上通常直轄市長會列席的時候 都是有什麼目的 都是親自本人出席 都是要爭取一些中央的一些補助 或是中央的經費 所以韓國瑜市長 我覺得他上來參加行政院會 有一個很指標性的意義 就是說當他上來 當他親自出席了 你過去民進黨政府 包括自貿區 包括機場 包括等等 高雄想要的建設 沒有理由再不給高雄了吧 如果說韓國瑜市長都已經 親自的出席 並且告訴行政院 告訴你蘇貞昌 告訴你民進黨中央 我們有高雄 非常多急迫的需要的時候 你這一些大官們 還要再用想方設法的方法 要去卡的話 很抱歉 民眾一定會反彈 其實我們今天 一整個三個小時這樣談下來 包括說下個禮拜的聚會 大家都非常期待 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人沉默了 壞人就繼續囂張 所以過去這段時間 大家會覺得悶 悶久了 會覺得說 如果說我們現在不再用行動 我們不再用 我們挺身而出 力挺我們的韓國瑜 力挺我們所有 我們心目中期待的總統候選人的話 我們真的很怕是說 這一些壞人會持續的囂張 所以說其實下個禮拜 6月1號真的 大家都看到就是說 真的只要站出來 就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行動 另外一點 我們也講了 剛剛一個call in的節目 call in的這些民眾打電話進來 其實有幾個重點 我也跟大家歸納一下 有一個民眾他特別提到是說 韓國瑜他上任之後 有什麼樣的一個改變 他說鋪路 其實我很訝異 鋪路不是過去 又不是說現在才有高雄市政府 又不是說現在才來做這個公務 但是為什麼韓國瑜做這件事情 跟過去20年民進黨政府執政 完全不一樣 就是因為韓國瑜帶來改變 一樣的事情 一樣的政府 一樣的公務員 但是因為有一個新的韓國瑜市長 新的思維 新的行動力 新的改變之後 整個鋪天蓋地全都不一樣了 所以一樣的道理 今天韓國瑜他站出來 他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更讓大家會看到的是說 如果說將來 假設我們7月的時候 全民掉之後 韓國瑜真的出現了 我相信絕對會讓大家看到 耳目一心不一樣的一個 藍軍的一個代表人 這一點真的是 我們大家共同的期盼 最後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6月1號 在凱達格蘭大道這個局會 有什麼樣特別之處 我這邊看到有一個 因為我很喜歡在收集這些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蔡英文 蔡英文總統在這個過去 2016年1月15號的時候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叫我身後的總統府 距離廣場人民只有幾百公尺的距離 不過總統府裡面的人 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大家會不會覺得極為諷刺 這不就是現在的狀況嗎 所以如果說6月1號的時候 大家全部10萬人或是10多萬人 不管來自台灣各地 海內外的韓粉 全部都聚集起來 在凱道那一場 我們看著後面的總統府 我們想著過去三年 台灣受的受苦受難 以及台灣造成的一個 經濟停滯發展 觀光停滯發展等等的狀況 我們想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再看到韓國瑜站在舞台上 跟大家共同的呼籲 共同的凝聚這樣的士氣 我覺得那個士氣會 到了一個高點 而這個絕對有助於鼓舞 我們全部藍軍的士氣 當然黨內初選 絕對是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 敬而不爭的君子之爭 我們就是好好的把我們心目中 最強的母雞給呼喊出來 我相信7月一定會給我們 一個滿意的答案 在這一次韓國瑜他要說 他要特別到行政院會的原因是什麼 他說因為卡的無意無所 他甚至還說 要接到大陵埔去開直播 讓行政院 就像我們剛剛接直播一樣 接電話一樣 親自聽到居民實話業者的心聲 高雄一個六都 也算是南部的重鎮 竟然需要用這種方式 縣市首長用這種方式 才有辦法表達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不僅韓國瑜也好 很多高雄市民現在都覺得說 中央真的在卡高雄的建設 最荒謬的是這些所有 剛剛提出所有的東西 包括捷運線 包括剛剛講的大陵埔 千春 然後要做循環材料園區 這些都是在陳菊市長的時候 蔡英文也好 林全院長也好 賴清德院長也好 都到高雄來承諾過的事情 但是韓國瑜一上任 就變成牛部化的進行 所以韓國瑜市長常常 私下跟我們在聊天 他都會講說 他最無奈的一件事 就是他覺得 中央卡地方卡太多了 比如說剛剛講的這個大陵埔 為什麼市長說要到大陵埔去做直播 其實那是我在總質詢他的時候 我正義他的 因為大陵埔的千春案 他在去年10月份還沒選舉的時候 賴清德到了現場 他說他點頭 他決定要做 他說預估 連預算預估好大概500億 可是從去年10月份 10月初 他到現場 你知道花了多久才終於開了第二次會嗎 今年的4月份才開會 拖了半年 為什麼中間有什麼變化 因為11月份的時候 韓國瑜當選了 換了一個新的市長 結果這個已經推動好幾年的計畫 忽然之間就卡住了半年 完全沒有動 所以我在總質詢 我就當場建議市長 既然你直播比較有效果 乾脆你就去直播 直播不是讓蘇貞昌看 也不只讓蔡英文看 是讓全國的民眾看 到底高雄的建設多需要 那你中央要一再的卡 一再的卡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一直是兩套標準 他自己在做的時候 陳舉可以提 他可以主張說高雄要蓋賭場 高雄要有大的飛機場 要蓋賭彌 韓國瑜一上任 他也這樣提出來 希望中央可以補助的時候 不只是民進黨的中央不支持 連民進黨的議員 都在議會裡面要修理韓國瑜 他忘記了高明寧議員 你自己在議會提過案 你也支持彌奪機場 一定要蓋 而且還是發起人之一 你居然陳幾何止才兩年 你訪了在議會裡面 你再酸韓國瑜市長 你再反對韓國瑜市長 所以韓國瑜市長 這回沒好做 卡卡卡 卡得一塌糊塗 所以大家都說 韓國瑜被卡成這個樣子 但是他到行政院會 去表達訴求 或者是去開直播 這都什麼 畫被動為主動 讓大家知道高雄要什麼 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上一段講到中央一直卡卡 其實不只卡卡 據說中央還會有高官 前一陣子在背群的時候提到了 說會遙控現在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然後就有一位 這是什麼 退休的前高雄市府高官 遙控文化局 還有中央高級長官 成立大韓小組 這是韓國瑜說的 馬上就有一位跳出來了 高雄市的前文化局長的營利說 胡說八道我們哪有 自動對號入座嗎 好像沒有講到名字 人家根本就沒講你 你在那邊緊張什麼 外科要存在感 你看完全條件都不符合 第一個你又不是退休的 你是自己辭職的 你是退休的 第二個你不是中央高級長官 你不夠高級好不好 所以你幹嘛自己對號入座 我就真的覺得滿奇怪 還是他聽到打韓就有點反應 我就覺得我知道你很想打韓 而且過去你常常公司不分 然後直接去幫陳其邁去助選 你常常在搞這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你大概 一被點名到馬上就有點心虛了 趕快自己挑戰 不是我 我都沒去過起山 不過沒關係 沒人再講你好不好 你真的不要那麼緊張 實際上有沒有這種情況 其實就我們的了解 其實這種情況還滿嚴重 也就是高雄市政府 現在裡頭很多的這些公務員 他們面臨一個兩難的抉擇 因為有人直接告訴他們說 我們很快就會辦私回潮 所以你們現在如果 要聽韓國瑜的不聽我們的 到最後你自己看得辦 對這些公務員來講 其實因為他們考上公務員 目的是什麼 我就想要一個安穩的工作 我想要做一個事情 我的身家性命 全部都放在這裡 假設我現在因為改潮換代 我聽韓國瑜的 等到你們辦私回潮之後 我可能我這一輩子就沒希望 他被修理 對 我可能就被你冷凍 可能被你調到什麼鬼地方去 然後我可能這一輩子都完蛋 可是重點是韓國也沒有 也沒有叫他要做什麼 不就是做正常該做的事情 其實本來就是 你這樣盡你該做的業務 可是問題是現在 這些人給他指令是什麼 就是你不但不要跟市府配合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要把一些相關的資料 你要提供給我們 當然我們知道 從韓國瑜上任之後 莫名其妙就是各單位各局處 好像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會洩漏出去 不包括他的行程 包括他們預計要做什麼案子 都會洩漏出去 出訪的時候見誰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狀況 所以我昨天才那麼生氣 我的意思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不能再姑息這些人 誰洩漏機密出去 當然要徹底查辦 怎麼還能夠容忍這些人 那韓市長如果你已經掌握了 他們定期在那裡聚會 有哪一些人 這些要一個一個進行調查 你到底有沒有帶諾公務 你有沒有洩漏機密 你有沒有做其他非法的事情 違反公務人員守則的事情 這些東西全部要調查清楚 怎麼還能夠愛與包容 那同樣的 我覺得這一些誰做的 自己心裡應該有數 老實講現在是一個 科技很發達的時代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手機 你們在哪裡跟誰會面 你以為不會被人家拍到嗎 你以為不會被人家看到嗎 所以我覺得 你既然做了這些事情 我覺得你們要適可而止 拜託 就大家如果要選舉 就公公平平 讓大家去打一場選戰 不要再搞這種小手段 不要再去做這些事情 會讓人家看破手腳 那我也拜託國民黨 本來是民進黨自己 內部鬧分裂 你們是應該是趁機 接收這個戰果 結果你看人家鬧 民進黨鬧 那我們也來鬧一下 這有這麼奇葩的政黨嗎 你一定要鬧得比民進黨更難看 你們才過癮 拜託不要再做這種 自己傷死自己 自己打死自己的這種 亂七八糟的作為 2020 6月1號 希望能夠來挺我們的庶民總統 其實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總統府前 向現在的蔡總統發聲 因為繳稅季要到了 很多事情很有感 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剛剛廣告前講到 繳稅的時刻到了 6月1號很多人說要站出來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繳了稅 發現這個政府沒在做事 或做的事情讓你很熟悉 對 這是誰 陳時中衛福部長去日內瓦 因為我們不能去WHA 結果在外面有一些抗議 或跟別人的國家進行會談 結果焦點居然是他的手錶不見了 是 結果我們看 這個我覺得滿厲害的 就是說陳時中部長 給自己打90分的這種高分 90分 感覺是我們差點就可以加入聯合國了 還是怎麼樣的 不知道他的總分是幾分 對 總分可能900還是1000 我覺得滿奇怪的 就是說你今天當然 當然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如果能夠在這種 國際會議場合去參與 交流這種衛生的資訊 公衛的資訊 當然對於我們的國際參與 跟融合都是有幫助跟好處的 可是問題是你這一次 不管你自己強調說 你是60場 70場 80場 90場還是100場 你基本上就是沒有能夠進去 受邀參加會議 所以你今天這樣子 就給我打90分 我覺得很奇怪 他可能是在門口站了90分鐘 對 可能站了90分鐘 你要不要給過去能夠真正 受邀參加WHA的馬英九政府 以及在裡面開會的葉金川部長 請問你給他打幾分呢 我覺得你可能不會給他 打比90分高的分數吧 反而是你那時候動用了 一大堆莫名其妙 不知道哪裡來的 跟平黨很close的學生 跑到這個會場 指責葉金川部長的鼻子 罵人家賣台 罵人家說你是叛國 人家真正在前面打拚 而且打出成績的人 你在那邊罵人家 結果你今天不得其門 而是在外面開了幾個會議 可能甚至也是酒會什麼的 我也搞不清楚 然後你就給自己打90分 然後還說自己 但表被偷我滿遺憾的 而且那手法好像也滿厲害的 摸一下 奇怪那個表就不見了 手手握手握一下 然後表就突然不見了 可是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這場會議 你出去的焦點 就是你的手表被偷 而不是有什麼實質的進展 你回來跟人家報告 只是70場 80場 90場 而不是根根正多的 我們還多了什麼樣的國際的合作 什麼樣的藥品 什麼樣的疫苗的話 我坦白講 你只是告訴大家 你只是不好意思告訴大家 說我們沒什麼進展 就這麼簡單而已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是不是要好好的 重新去思考 其實這些事情 不是你陳時中一個人 可以做得到的 而是上面的民進黨政府 在國際上面 跟兩岸的正常的交流 你就是沒辦法做到 你就是一個本來可以承認 九二共識好好的交往 去擴大我們的國際參與空間 這樣一個已經被證明可行可通的 這種結果 在今天蔡英文政府 執政三中人的回顧裡面 就發現說 就是因為你自己片面的 首先的不承認一個 在國際上 已經行得通的九二共識 導致我們的國際參與 越來越少 越來越緊縮 越來越只能在我們每一年 去那個地方 只能拉幾次布條 開幾次會議 高騎士衝突 丟幾顆雞蛋 去很努力 很勉強的證明 其實我們毫無進展 所以今天陳時中部長 我真的是要好好的勸勸你 如果你真的知道 我們在國際上面 所面對的國際衛生的議題 是這麼的緊迫的話 你就拿出你的良心 好去跟你們的蔡英文總統講 我們的大戰略 我們不承認九二共識 我們沒有辦法打破我們 出去國際參與 來保護我們台灣自己 衛生民眾的這個感覺 根本是錯誤的嘛 但我還是很關鍵他的臉